Nino 其實因為這次奧運資格賽 其實壓力也是蠻大的 但是 這次有加了運路 他們現在排名牌前面 其實自己的信心還是比較主要 但當下壓力還是有 感覺快打死後 拿掉那種感覺 但是就是一時的 上一屆奧運會 我感覺我參加是 就是先拿到資格 可是我參加就是沒有想那麼多 就是去學習的態度去比賽 這一屆 我感覺我們這一屆的實力又更上一層 就是還是有比較想要多排的感覺 第一個年紀比較大 不一樣可能想法比較多 還是一樣以拼球的心態去參加這一次 東京奧運 其實就是自己一個心態上的調整 畢竟因為現在年輕的也一直慢慢衝上來 自己的壓力也蠻大的 目前心態上吧 感覺要比別人更堅定吧 我們心態上的調整 身體現在目前上都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其實都有一直在做治療 第一個重點就是身體的體能 體能是最重要的 因為畢竟現在就是 求了資材質改了就是一點 感覺是身體的訓練 比乒乓球的訓練還更重要 你平常訓練嘛 現在基本上都是在調自己的缺點 因為自己的優點平時還是有在加強 但最需要的就是缺點彌補 對啊 個人我自己個人我希望就是 能為團體做出一些貢獻 像是雙打 雙打其實這部分是最重要的 感覺因為他畢竟是第一分 對啊 能為雙打做出一分的貢獻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大家好我是桌球選手曾佳安 東京奧運請為我加油 第二次的貢獻 第二次推出